在民眾黨的總統候選柯文哲的部分 11月則是前進高雄大學進行演講 在提到半導體相關問題時 他就直接講出台積電在竹科單一工廠的耗電量 就占了台灣總耗電量的5% 而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則是低頻這是假消息 因為其實5%是台積電全球廠區的總用電量 一家工廠它的耗電量等於台北市250萬人口的耗電量 台積電在新竹科學區那一家工廠 是占台灣總耗電量5% 11月柯文哲到高雄大學演講 同學舉手向柯文哲提問 表示台積電是台灣的奇蹟 如果未來半導體不再是台灣的優勢 該如何做準備 柯P當時回答 台積電在竹科單一家工廠耗電量 就占台灣總耗電量的5% 將來台南高雄蓋完 耗電量會估計在8到10% 占全台灣 結果日前被台灣事實查核中心打臉資料錯誤 根據台積電企業永續報告書 還有能源局的資料顯示 台積電全球廠區用電量占全台的電力消費比 從2017年統計到2022年 最接近柯文哲5%說法的是2019年的5.11% 依據台灣事實查核中心查核 不論哪一個數據 都是台積電全球廠區總用電量 占全台電力消費比值的數據 並非新竹單一廠區 ICT是高耗能產業 台灣的電又很便宜 所以等於我們使用國家的力量 在補助我們的半導體工業 柯文哲也在演講時提到 半導體工業是台灣最強的產業 雖然屬於高耗能產業卻難以放棄 如何轉型恐怕是一大問題 柯文哲對用電與產業議題有自己的見解 但引用數據錯誤遭人質疑 可批這下有說錯話了 記得收聽楊庄民高雄報導